关于行一拳为什么要占装 网上众说纷纭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标准的答案 圈个有用 来个三连 行一拳练拳为什么要占装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欢迎给我来个一圈三连 行一拳为什么要占装 自然是为了练出你的丹田来 我们的丹田实际上是 我们的两胯和两肩这四个点 拎着进行运动的 我们混圆装拿好 手臂的角度不变 稍微一转身 丹田一掉 就是三体式 手臂的角度不变 丹田一掉就是钻拳 手臂的角度不变 丹田一掉就是绷拳 手臂的角度不变 稍微一掉身体就是横拳 手臂不动 稍微上下就是炮拳 手臂不动 身体一变 就是劈拳 或者是龙形 手臂都没有动 全是里边的运动 稍微一动又是虎形 丹田一转 手臂不动 就变成驼形 所以手臂大概都是不动 被你的身体给带动起来的 所以你想练出真正的内加拳的功夫 我们庄子所说的 自反而锁 必须你舍弃掉外边 外边坚决不动了 才能倒逼着你练里面 那这个原则是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站桩 很多朋友容易误解站桩 你站桩本身不出功夫 正确的站桩才会让你提高功夫 但是大家在日常站桩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错误 让你的站桩出现了问题 例如我们举个最经典的例子 这两天我的学员还问我 我们站桩的时候 故意的沉肩是不是会更好 前面的视频讲过 如果我想让丹田转动 向上转动 是不是我们的肩膀得上蹄 你带着我们的丹田转动 对吧 大家看一下 在你丹田转动的过程中 我们两肩这两个点 是在向上的时候 它会拎着丹田转动 下沉的时候 它会调整丹田的转动方向 因此它是很灵活的 它可以向上 可以向下 可以向左 可以向右 它是很灵活的 但是如果你站桩的时候 用力的下压它 你的肩膀是不是就不灵活了 肩膀不灵活了 是不是你两肩 这两个点就无法带动丹田转动了 所以你一个劲的向下用力 是不是反而让你练成了将近 失去了丹田这种放松自然的 能够牵动丹田运动的这种能力 所以刻意的压肩是不对的 例如我们发一个钻拳的力量 钻拳的力量 当你手不动的时候 通过后肩和后胯 向后抽动 同时带中了你的丹田 向上翻滚 这个时候你发一个钻拳的动作 很容易把人打出去 这个力量非常的大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肩膀是不是向上提的 例如我们做个钻拳的示范 后肩后胯向上提 丹田向上翻滚 那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站桩的时候 把肩压死了 你怎么让丹田转动 你刚调手吗 对吧 你这个点压死了 你的丹田不会转了呀 同时你有没有在站桩的过程中 犯这个错误 用力的压肩 用力的压肩 你的肩膀就无法带动丹田转 你只能够去用手的力量去打拳 有什么用呢 着力 至于什么是着力 我们下期再讲 第二个错误 很多人在练拳的过程中 要求你的肩膀用力的前身 你的胳膊肘也用力的前身 手也用力的前推 美其名曰 三催进或者批拳有推山之功 你的肩膀向前 胳膊肘也向前 手也向前 久而久之 你就会养成你站桩的时候 向前用力的习惯 但大家想想 包括你这样用力的外撑管用吗 如果你站三体式 用力始终是向外的话 对方稍微和你打手 第一你会和对方的劲儿顶 因为对方也是向前给你用力 第二对方往回一勾 那一拳就打进来了 正好把你拽进去了 你一直向外用力 实际上就是给对方化解你的力量 勾挂你的力量 做准备 你自己就撞到人家拳头上去了 包括站桩的时候用力的外撑 你使劲着用力外撑 对方一挂 不就把你拉进来了吗 你就送给人家了 所以在站桩过程中 你有没有犯这个错误 手用力的外撑 这都是不对的 对的东西是什么 对的东西一定是有向前的东西 还有向后的呀 你有后缀呀 第三种就是站桩的时候 蹲得很低 假如你蹲得很低 那么你的腿部力量是有限的 要么你的两个胯就只会往下走 要么你的腿力太弱 你的腿哆哆嗦嗦的 你的肌肉会 大地会给你一个向上的反动力 你的两个胯就往上拔 它就不具备左右旋转的一种能力 所以你蹲得越低 越练腿部力量 但你的胯越死 你没法通过胯的旋转 带中的单前进行左右的旋转 你的两个胯不会动了 所以四个点里面 很多错误的战法都会让你丢掉 很重要的两个点 所以站桩大的方向上 还是该松的地方要松 该紧的地方要紧 我们的课程中都有详细的讲解 举个例子 像我们从头到两脚的三角形 稍截是需要紧起来的 我们行义拳的全谱上 专门写着紧四双 但是肩和胯是要松开的 为什么 当我们站三体式的时候 你头和两脚的三角形 负责撑住对方的力量 对方往下压的时候 你具备上下劲 对方压不散 但是你需要发放的时候 一催对方就出去了 对不对 包括我们站圆圆装的时候也是 头和两脚的三角形 你得长时间站桩 它才能形成三角形 对方下压的时候 你可以搭住它 然后同时改变它 或者撞击对手 所以这都是通过 长期的战争训练才能够形成的 如果你不知道这里面的结构 只是杀战练气 或者是练腿部力量的话 那你始终各个手和脚 都是散乱的点 行不成整进 也就练不出功夫来 所以行律拳为什么要站桩 目的就是搞清楚身体 各个点之间的关系 欢迎收藏我们的内加拳词典 这个专辑 大家有任何不明白的内加拳词语 都可以在底下提出来 然后我为大家专门拍视频解答 准备词服传门 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